7月9日香港新增42个中共肺炎确诊病例 其中8例为移入病例 另34例为香港本土病例 累计病例达1365例 7人死亡 在周四新增的本土病例当中 有23人都与港泰护老中心有关 另外还有多个病例与新发茶餐厅有关 绝对注意的是 有9名港铁员工曾经前往新发茶餐厅 港铁已经要求这些员工证实不用上班 并安排进行裁剪 政府抗议多岛委员会专家顾问 中大一学院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舒昌9号表示 现在的情况比3月10更危险 因为香港连续两天出现多个源头不明的感染个案 他建议餐厅入座率应该要限制到6到8成 每周最多做4到8元 新唐亚太电视张其林 综合报道